印度早前由兩家中國公司 廣州萬夫生物和豬海荔豬試劑 進口超過50萬個 新型冠狀病毒抗體快速檢測試劑盒 其中一家廠商更標榜透過嚴血 15分鐘內就有結果 但印度多個地區政府投訴 這些中國製試劑盒 品質欠佳,結果不准 有確診病人的檢測結果是陰性 還說試劑盒準確率只有5% 印度當局測試試劑盒之後 也說試劑檢測結果差異很大 要求國內停用和退貨 對印度的投訴 中國駐當地大使館深表關切 說兩家廠都有發聲明 說試劑盒分別通過中國和印度當局的質量標準 不僅賣給印度 也有提供給歐、阿拉、美國家 測試劑在儲存、運輸和使用上 都有嚴格要求 沒有按指示用會令檢測準確度有偏差 強調中國出口的醫療產品 堅持質量優先 個別人士將中國產品打上劣質標籤系偏見 既不公正也不負責任 希望印度實事求是 和兩家廠商加強溝通 有線電視記者郭惠儀報導